何秘书 何秘书你进来一下 老板有说事吗 何秘书 你帮我背两车 对面一件打一 我打算回落家去看看 出来这么多年了 也没有恢夕过 现在咱们公司要稳定了 也不这么忙了 我要回去看一下 你去准备准备吧 好的老板我这去办 三年没回来了 家乡变化真大呀 你不知道爷爷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你等我回来 等我赚了钱 我一定要回来娶你 蒙子你路上门店啊 蒙子 蒙子 原来又是一场门啊 啊 啊 燕燕 蒙子 真的是你啊 是我 我回来了 我还以为我在做梦呢 蒙子 你知道吗 我刚刚又梦到你了 行了 快进屋 进屋 蒙子 这几年你去哪儿了 一点隐形都没有 我还以为 你不要我了呢 蒙子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你怎么穿成这样就回来了 燕燕 这几年 我在外边 过得很落魄 我之所以一直都没回来 就是因为 怕没脸见你 蒙子 你不用担心的 钱我有 这几年呢 我在家里面工作 也攒了一些钱 那你 攒了多少钱了 我也没赞多少钱 不过 顾咱们两个 举行一个小小的婚礼了 燕燕 我给你说实话吧 其实这几年 我虽然没有多大的成就 但是我现在 能给你一个安稳的生活 能让你过上幸福的日子 我们以后 再也不会分开了 嗯 你怎么会看 你不应该 你不应该 看 其实 你不应该 如何 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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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大堆垃圾 去接垃圾去 爸这真的是难受啊 我知道你难受 去接垃圾就不难受了 去 妈的去 快去呀 嬷嬷唧唧的 婉女 你怎么按不回来呀 爷爷 啊 爸 怎么了 你过来 爸有事跟你说 嗯 爸什么事啊 你说 你说这萌子到他们上咱们家得有三年了吧 嗯 差不多了吧 哎 倩言 你说咱们家华侨这么大 这阎凯现在又要开学了 这学费这么高 都落在萌子热音身上 爸想让你跟林匹家嫂子 一会出去打工算点钱 不贴不贴家用 那行吧 爸 爸这人也没有电话 也联系不少你 爸笑你了 老太 怎么了 怎么啦 今天的煎垃圾时间到了吧 啊 怎么还不去煎 爸这身体啊 真的很难受啊 哼 难受 难受就不用煎了 快去 你得爸去看看吧 看什么看呀 看 看病不用花钱 哎 要不你给爸做点饭吧 爸这早上都没吃饭 这快到中午了都 这钱的丝那么多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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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吃 吃碗去加垃圾 萌子 你这发霉的面鱼 你给我吃啊 发霉的怎么了 吃吧 又不死你 爸 萌子 老婆你回来了 快快快快快坐 爸 走吧 快坐 爸 你怎么吃这个呀 我看你脸色怎么不好啊 什么 你在家里就让我爸吃这个吗 这不是还没做饭吗 我心想先拿点粮食 让爸先点点肚子 爸 咱们不吃了 闺女 你终于回来了 爸想死你了 爸 萌子在家是怎么对待你的 闺女 自从你走了以后 这萌子 丢了太多大钻片呢 每天让我去做饭 还要我照顾孩子 还要我去煎垃圾 你这死老头 谁让你煎垃圾了 这说话没良心的你 爸 萌子 真的是这样对待你的吗 闺女 你看萌子 刚才还要我吃发蜜的赶量 萌子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爸呢 我爸以前他对你多好啊 他对你 比对我这个亲生闺女还要好 你现在这么对他 你也有良心吗 萌萌 你看你爸他都这么大岁数了 吃点啥不行啊 吃点赶量得了 我这每天看他在家歇着没事干 我叫他出去见见垃圾 活动活动嘛 多溜达溜达 你身体好 行吗 你从小父母组的糟 咱们村里人都瞧不起你 你们家去那连饭都吃不上了 死我爸可怜你 才把你走到我们家 当上门女婿的 你问问你自己 自从你来到我们家 我爸嘲笑过你一次吗 让你受过一点委屈吗 我记得有一次 你本夜发高烧 那天文明还下着大雪 是我爸冒着雪 跑了二十多里地 到有点去给你没得要呀 我爸在路上 不只都睡了多少久 把腿都给睡回了 到现在我爸的腿都落下了 凤死的毛病 你说你这么对他 你还有良心吗 爷爷 你说的这些 我都记得 我不死瘾啊 咱爸为我付出了那么多 我现在 我今天让他吃发霉的干粮 我真不死瘾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抵爸爸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抵爸爸 因为在我心里 我一直觉得 爸就是爸爸当是个少门女婿 你放心 我以后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好好对爸的 爸 你儿子错了 你就原谅我吧 我只能错了 爸 女婿啊 女婿啊 自从你 第一天到厂门上完家的时候 爸就把你当成亲生儿子对待了 你儿子 孟子 你看我爸他对你多好呀 只要你指导错了就行了 爷爷 爸 我指导错了 你儿子 我一定好好孝顺你 正好你也回来了 你儿子 咱就别出去了 要去做一份工资狗的工作 你儿子 我挣钱 养活你和爸 咱们俩一起好好孝顺爸 行 以后呀 咱们就好好孝敬咱爸 嗯 孝敬爸 我的后女婿啊 后闺女啊 后闺女啊